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人界大战 我所在的战场是土之国战场,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了 有我的两个人物在,悠悠我心青青紫金 以及我的挚友韩孝半步天 好,开始了,我们迎接怎样的挑战呢 无论怎样,这是我的两个人物同在一个战场 并且全部同时由我操控的人界大战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对方的战力看一下 我们三个人是一个13万多,一个14万多,一个是17万 这边我看到了这一个13万,一个20多万 对方的阵容好像并没有根据这个人战特别设计过 而我帮的这个,尤其是我青青紫金的这边这个阵容是 呃,是我针对我们的这个组合特别改动的 不然的话我也有神男 由于这样配合不到,宁可不用 关键是我的这个先攻也是不够高的 因为我开两个,两个这个人物嘛 会不停的切换 大家可能给大家造成的一个视觉的不便 就是请原谅 我会来回的切换去使用我的技能 这个,对方的这个阵容呢 不能说弱,但是他有,有一点不太适合群殴 尤其是这个水门的攻击力虽然强吧 但是他只能打一个小队 这三个人得配合的特别好 才能发挥这个,他这个组合的这个威力 哦,我,我这边是很容易配合的 因为,因为我一个人操控两个人物嘛 我,我肯定是知道我自己想些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 这个所有没有问题 而韩啸那边我也很容易配合 因为,他的这个忍者就摆在这边 主攻的只是这个汇祖三代 还有这个止水 只要我,我根据他们的奥义 然后我再奥义就可以了 哎呀,这个伤害不够高啊 其实我是想争取 如果能第一个回合 就把对方的这个四代给打死一个 这个是最好的 看来是失算了 但是也不用紧 也还是可以打的 我这个 把他们的这个水门后手控一控 这个不要 不要跟我们捣乱 那个上了麻痹的就不控了 把他的连击也连不起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个回合开始 这个是怎样的状况啊 看对方要不要先熬义 哎 我方叫出了这个大阔鱼 哎,为什么第一回合就叫啊 下个回合再叫 哦,已经第二回合了 哦,回合没叫出来 他们打不锁了 然后继续到第二回合 嗯,玩得很高啊 这个技巧 韩笑玩得好啊 比我,比我,比我想得远 这个风主刷新 我是尽力而为 我只能打断一个 哇,这么多人三号位居然都没有我快 不是吧 还有一个占力20万的呢 哎 这个对方 这个,这个有点 有点玩得有点大了 这不是等于打断自己的技能了吗 这个应该是对方的队长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失误 不然的话,这一场应该是能赢 但是应该要付出很大的这个代价了 这个主要是我带了这个三代火影 三代火影是可以给这个全体加抗性 其实主要是为了应对神男 还有会赌三代的 但是对方有一个神男 但是没有会赌三代 对方应该是没有查克拉 我觉得 这个明妈的这个奥义吧 也不是为了定身 是破坏他上面这一组的连击 他只要是没有连击 我就不怕 就是如果他奥义想打断我方的这个奥义的话 我们只要等一下就好了 等他奥义完 我们再奥义 他没有定身 只是这样设计的 当然可能你在打斗中有比我就是想法更合理 但是在这这种对战的情况下 我就想到这一步 我就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现在他四代奥义 然后我方的止水 我看一下他照水 然后我我配合一下 这个我有点犹豫了 哎呀刚好被他打住 不过他中了天牢 这一下我也不亏 啊老爷爷死了 好吧 神男还没飞过呢对不对 那那那我们和神男一起拜拜吧 老爷爷你好英勇啊 你的你的名字会永远被被木叶所记住的 这样就不怕了 就是他们唯一的对我方全体能够造成巨大威胁的 已经被我干掉了 所以啊我们就不太怕了 剩下的水门 有一只水门已经快不行了 啊好像他很硬哎 很硬也不用紧 等一下我把他后手控了就是了 这个不是非常要紧 好的又后手控他一个 我很开心 把这个水门给他后手控一下 这一局损失了我方的三代火影 有点小亏啊 哎蝎又站起来了啊 这我这我很喜欢 喷好弱 不要那个老子的奥益先稍微等一下 等他被打断 哎呀 老爷爷被控了 我还说给老爷要解状态呢 结果老爷的状态已经解了 那没关系 我再加一下这个奥益 我的这个名妈可以打两次 哎呀这个中了天牢可不能随便奥益啊 水门的血很珍贵的 这一用用这个奥益天牢让他掉的血比我打太多 这这一场应该是拿下了 这名妈这一戳很有威力啊 这个养的这个暴击率是上了 真的是一个名妈对付三个水门 当然都不是名妈打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一个名妈对付三个水门都怕了 这是非常强力的这个家庭暴力啊 我觉得下一场就比较难打了 因为没有这个 我方的这个 惠毒三代喷这一家火没有自信 都是满血 而且我方就没有也没有抗性 这个其实是比较糟糕 当然也许敌人没有下一队 我们就这样赢了呢 再来老爷爷派死啊 好的 还有吗 哇还有啊 这个还有就比较麻烦了 我看 哇 这个止水 两套止水 然后剩下的这个火煮 我方结界啊 还没走完呢 对方结界 这就更难打了 我们尽量啊 我们尽量来看看这个这样的局面怎样破解啊 毕竟我第一回合还有两个定身嘛 先碰一下 这个就得偷啊 对方的这个火煮是开盾嘛 先把它定了 然后把他两个 把他两个暗不幼都空 这样 这样第一回合他们的输出应该就不大了 诶 为什么上面这个雷主的血已经这样少了 这个家谱 好 好 鸣妈戳 老子上奥 可以打击退 打击退的话 可以多 多打一点伤害 可以撞 我下面的一个队已经没了 诶 那那那这 那这一场又有戏啊 好 逃避 逃避 行吗 一戳 能又 又带走一个 好的 这个暗不幼就没了 好的 这样已经打掉对方 一队了 整一队 下个回合一开始 人家两个止水的奥逸啊 两个止水的奥逸 而且有结界 这个就比较痛 不过要忍耐啊 那那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是这样 诶 我方的止水先安住奥逸了 二号位 不知道为什么对方 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奥逸 诶 为什么对方的止水不奥逸呢 那那我可不客气了 你不打我我可打你 我怕死了 死了 拿了 出了 这样主要是 回头等他想奥逸了 他也连继不了了 主要是这种思路 这队就等于是白送给我们 也不是 我的这个火主要死了 火主不要死了 至少下一场还能说定身什么的 不见得有下一场 这样就赢了 我觉得没有下一场 因为对方感觉已经放弃了 如果有下一场的话 他至少为队友做个铺垫 好的 诶 还有啊 哇 哇 居然是死 我以为就一个人了呢 三个 我这支战力也都不低啊 来吧 来 角度不套吗 我都诱惑你套 你都没有套 那我定你了 这个威力还是不小啊 人家免疫啊 控三代老爷爷 混乱 解状态了 哎呀 不好 鬼门连击了 按完了 解不到老爷爷的状态了 这样的话解的是麻痹 解不到混乱 对吧 踊救你 除了 痛 爽 惟 还有一次二次普攻 这要加给谁呢 老爷爷混乱了 不然再加给老爷爷 给老子吧 还能打击退伤害 还好我的小狗就帮我挡不到了 不然这一套打在我火主身上就够呛了 虽然上面的火主已经死了 那也没有办法 至少我中间这个明妈这一队 确实没有怎么伤血 只要他们很会回血 血回了真的回了很多 基本上是满血进入了 先戳一下吧 这样小狄就死了 主要是为了这个 小狄就烧死了 他有一个厉害的群杀一定要先杀掉 这样没小狄了 我们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来吧 哎呀 止水被掏了 这个有点太亏了 等一下再奥一 我顺便把小鹰打死了 他也打我的火主 这也就是火主 打其他别人还真打死了 一号位的装备都不是盖的 哎呀 被他开了二次服务 这个井野控的也是不对 老爷爷控制之外 这也是厉害 果然一号位很强啊 很小的 极限一号位 我好像这个蝎有点太扛打了 应该这个回合就被他打死就好了 这个回合被他打死了 能早一点起来给加盾 好的 名妈戳死了角度 这回我放心了 他这个一个群杀奥义厉害的小狄也没了 角度普攻厉害的也没了 对方的输出点现在只有波凤水门了 但是这个波凤水门还基本上满血 这个也是给水门上麻痹 让他追打不能出定身就OK了 他有麻痹他追打出不了定身 然后我方的操作就比较简单了 他就是奥义了之后 我们躲过他的奥义 然后我们再喷一下 我觉得就八九不一十了 我就希望我的名妈能够撑住 血量比较低了 原来我方的一号位快 那喷吧 那有什么客气 水门还举着奥义呢 好的 一个奥义打下去 没有没有连击的 风主连两下没关系 这个图主好像蛮长打的 这下蝎死了 蝎应该上个回合就死了 比较差的 我给这个名妈上奥义 他能回两次血 一次1925 再回一口 终于喘一口气 不然半血都没了 我觉得这场打到现在 应该也是拿下 因为对方的输出 只有水门了 我我只要 我这边的输出点很多 有名妈 还有会土老子 不要小瞧会土老子的奥义 非常的痛 这个 要忍耐 我这个满月的分身还没死 真让我意外 我以为满月早就死了 因为他是一个大酱油 就是为了破对方连击用的 前两个回合又闪避 这个还是给他上麻痹 这样他就 哎呀 我刚开OE又被打断了 其实忍一下就好了 他打不出定身的 这个我就为了破他这下闪避 我不可以让他再 再普攻一次了 把他定身掉 只要打掉水门 对方就已经必输了 因为群杀已经全部被打掉了 要一个一个打 哪打得过止水 加那个会土 三代老爷爷 打不过了 这个名妈也是 一个挑三个 一个挑两个 更玩似的 所以就没有机会了 对方已经 这个满月居然还活着 被控了 就是为了挡上面的刀 他还蛮趁直的 挡了很多刀 这个名妈真的是好扛走 诶 蝎站起来了 老爷爷 潘 好的 好像这 这口威力不是很大 这止水罩的是哪一个啊 你能够看到 好 这个加的要使服务 好像加的有点早了 他的待人控的是老爷爷 我还解不了 诶 控制失败 那 太好了 哇 皮下 把凤柱打死了 好的 这样好像老爷 打不出第三个 不能叠加的 哎呀 浪费了 我也无所谓 这个小失误对于全局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这什么后手后手控啊天档 你妈戳死的封 这完了 好的 哇,这个井野还挺会加血 这个水月真的是很悲,不是水月啊,满月啊 这酱油打的还打自己人,哇,还不少次打啊 连续控制,成功了,先把你这个会加血都打死了 好的,突出解状态了 狠狠的揍这个待人 你妈戳死井野,好的,再戳一刀待人,让你不听话 再厉害也不如止水厉害,止水下手真的是非常的好 止水和这个安博友他们采用的这个,这个就是拔刀的方法都叫做拘合斩 就是他拔刀砍和收刀是在一个动作上,非常的帅 待人还不死,被大树栽了,好棒啊 我和韩晓一穿三呢,这就好像我和韩晓的击贩对决一样 我真是帅呆了,酷屁了呀 真的没有想到打到如此好的这个成绩啊 我大家都在等了,因为这不是跨幅 所以,所以就是,大家都看不到 现在我发视频大家都能看到了 今天打的非常的爽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青青,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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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